为什么这次委内瑞拉的人民这么愤怒啊 马杜罗他这边确实在打压异己 而且在操纵这个选举 中共这次的态度很令人玩味啊 率先抢先的对马杜罗表示了恭贺 那之后呢 委内瑞拉爆发了民众抗议后 中共外交部又说 尊重委内瑞拉人民的选择 咱们看起来有点首鼠两端啊 中共中南海现在也是夜不能寐 密切的观察着委内瑞拉这个局势 湖南又出了斯通桥事件了 所以说现在中南海当局应该是 如坐针毡的感觉啊 那因为抗议口号呢 是这个直指权力的最高层 要自由要民主要选票 完成版在新闻五人行独立频道 请点击置顶留言或搜索新闻五人行 订阅我们的独立频道